請問講的時候可以脫口罩 好 是可以的 確認一下這個畫面 大家好 我是GGM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Codefax 在Codefax裡面這個Line轉傳訊息的自動分類 然後我本身也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會先介紹一下Codefax是什麼東西 這樣大家才會知道說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需要在Codefax裡面做轉傳訊息的自動分類 然後順便講一下 這個轉傳訊息自動分類的model的貢獻者 除了我之外還有蝴蝶跟震宏 他們應該不在這裡 反正還是提到他們一下 好 那我就先快速講解一下Codefax在做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所謂的轉傳訊息 就是我們要分類的這個目標 我們有時候會叫它假訊息 它是長什麼樣子 好 這是第一個轉傳訊息 這也是最近的一些轉傳訊息 會出現在大家的Line的轉發裡面 它其實是蠻長一段的 但是我截了一個中間的這一段 總之重點就是要跟大家講說最近缺蛋 然後雞被下了很重的藥這樣子 然後就是最近的蛋吃了可能會得乳癌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吃蛋這樣子 這是轉傳訊息的樣子 第二個轉傳訊息長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就是說反正這也是蠻長一段的轉傳訊息 然後我從這個轉傳訊息裡面 截取重要的一段截取出來這樣 那這一段在講的就是說 告訴你身邊的好朋友烤肉啊 接近火源的時候請不要戴著隱形眼鏡 那因為隱形眼鏡會融化 然後你的眼睛就會失明這樣子 好 那這是第二個轉傳訊息的樣態 那接下來是講說轉傳訊息其實是沒有國界的 這個大家應該印象深刻就是說 COVID-19剛出來的時候就是 有一波搶衛生紙的風潮 就是說衛生紙的材料跟口罩材料是相似的 然後所以造成衛生紙缺貨 那後來證實這個是一個假消息 那後來不只是台灣發生這件事情 到了日本其實就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日本也有了這個假訊息出現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假訊息其實它是有 它是生生不息的就是它消失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會被再提起來 那這是從我們COVID-19的後台裡面看到的 就是活最久的一個假訊息 它活了1579天 這是我昨天抓的 所以它應該是到最近的紀錄 就是反正蠻多轉傳訊息其實都活了1500多天 那也就是三四年之類的吧 可能更多 反正就是它活了1500多天 那所以其實這種轉傳訊息它不會被消滅 因為它三不五十之後就會跑出來 就是重新散播在我們的這些生活空間裡面 好那所以呢我們COVID-19就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平台 就是當你收到轉傳訊息的時候 你就對轉傳訊息長按 然後按那個LINE上面的分享 然後轉傳給我們COVID-19的LINEBOT 那這樣子這個LINEBOT就會跟你講 就會跟你講編輯所查證的結果 那編輯查證的結果大概是長這樣子 左邊的那個網頁就是編輯在進行編輯在撰寫回應的網頁 那右邊就是剛剛講的你長按之後轉發給LINEBOT LINEBOT所吐出來給你的東西 那編輯所寫的回應會成為LINEBOT的一則訊息 那編輯所引用的資料佐證也會成為LINEBOT裡面出處列出來的那邊 那以及編輯標記這篇文章為錯誤訊息 也會出現在LINEBOT上面的出現的錯誤訊息 好 那所以我們的架構大致上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最左邊是我們這種使用者 然後使用者會就是你可能在你的長輩群裡面 或是其他群裡面收到各式各樣的轉傳訊息 那你把轉傳訊息丟給我們的LINE的ChatBOT 那ChatBOT就會去資料庫裡面找 找說這個轉傳訊息有沒有有沒有相對應的回應 那如果有相對應的回應的話 那他就會回復給你 就是出現剛剛那個樣子 就是跟你說誰查證了 然後引用了什麼出處 然後他覺得這一則訊息是錯誤的還是正確的 好 那另外一邊就是我們編輯在做的事情 編輯會從剛剛上一頁左邊的那個網站的那一頁去看說 現在有哪一些轉傳訊息是需要被查證的 或者是他有興趣查證的 那他就可以在網頁裡面去查 查證那些他想查證的訊息 那查證完的結果就會存在資料庫裡面 那就可以造福下一個詢問的人 或者是之後詢問的人 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就也是因為這個流程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去透過文章的分類 然後來加速 或是讓編輯在撰寫回應的時候會更有效率 因為我們覺得說這個查證的主題 跟編輯的專業能力算是息息相關的 就譬如說有一些比較醫療工衛啊能源這類相關的這種轉傳訊息 可能需要相對應的知識的人才可以來進行查證 那麼也就是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人他有了醫療的知識 那他可以就用我們的這個分類器篩選出跟醫療相關的轉傳訊息 或者是他對能源農業有相對應的知識 他就可以篩選出能源農業相關的轉傳訊息 那他就可以加速我們編輯在做 在做查核的效率 好 那這是我們大致上的進展 就是目前總共有17種分類 那後來有新增了4種 那我們一開始呢是把15000篇文章外包給標註公司進行標註 這邊講的就是說 cofax一開始都還沒有做出分類器的時候 我們最早呢就是把15000篇的文章撈出來 那時候撈出來的基準其實就是撈 當下時間點最新的 最新鮮的那些轉傳訊息 然後把它抓出來 然後拿給標註公司去做表記 那做標記這件事情 我們有做一些比較簡單的預處理 譬如說有一些太短的轉傳訊息 譬如說有些人會很惡意的傳安安你好 之類的這種轉傳訊息 我們就會先濾掉 那以及轉傳訊息 如果只有一個網址的 我們會先濾掉 所以我們大致上會濾掉一些 沒有做標記必要的文章 那濾完之後呢 把這15000篇的文章交給標註公司進行標記 那接下來是 現在編輯可以透過Cofax的這個網站來標註文章了 就是說他看的這篇文章可能還沒有任何的標籤 那他可以說這一篇可能是跟醫療有關 或者是這一篇可能是跟政治政黨有關 這樣子 好了再來是 目前在Cofax的這個平台裡面 有兩個模型正在運作當中 一個就是BERT的模型 另外一個就是BOW的模型 那目前也支援第三方的模型加入 第三方模型就是說 你如果對於訓練模型有興趣的話 你其實可以訓練好你的模型之後 然後就把你的模型加入到我們Cofax的這個平台裡面 然後這個就括號貢獻者 就是希望在座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加入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正在實作指類別的分類器 這個其實算是延宕了一小陣子 因為反正他稍微的延宕了一陣子 他目前也是徵求貢獻者 那所謂的指類別的分類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分類裡面 有疾病跟醫療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有出現一個COVID-19相關的這個標籤 那其實COVID-19可以把它歸類在於 在那個疾病醫療的指項目這樣子 就是他們是可以有大小的關係這樣子 那這也是正在做的指類別的分類器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可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早的時候我們所分出來的這十七項這樣子 那其他有一些無意義的我們是有自己把它濾掉 像是無意義然後還有只有網址 其實他諮詢不足等等這些我們濾掉 然後其他的就是我們會 剛剛提到讓他發包給標註公司 然後讓他們標記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說經過分類 經過這些分類後的那些訊息長什麼樣子 這個字可能很小但是大概反正感受一下 就是現在我挑選的是疾病醫療 那所以我在COVID-19的資料庫裡面 疾病醫療相關的這些轉傳訊息就是有 譬如說第一則跟第二則都是在講疫苗 第三則是在講疫苗的反正第三則都是在講疫苗的 那下一個如果我用政治政黨來篩的話 第一個在講高端的 高端然後第二個在講 也是跟疫情有關的 然後第三個是在講北農的 都是跟政治政黨有關的 那還有這種我們後來發現 蠻常出現的這個轉傳的類別 也就是屬於那種集氣的或者是捐贈文的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有一個是中國政治宣傳的類別 那這裡是上面也是會寫說 譬如說中國崛起了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第一則是 好不好第一則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可能是因為它的用詞是中國的 所以有人把它標記成中國政治宣傳這樣子 好總之這大概就是如果我們從分類這邊去看 謠言的話大概就是會長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大致上眼鏡就是一開始呢 是邊交給標註公司去標記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做了這個這兩個模型 然後接下來我們設計好讓大家可以自行上傳模型的機制 那再來在第四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cofax網站上面有model的分類器的上限 所以接下來還可以合併網站上的編輯們 去標記新的這些資料當作新的grunt truths 然後再回去增進我們的模型 就是一開始我們是只有外標給標註公司的標記 那後來呢網站上所使用的這些編輯們 也都可以幫忙我們來進行標記 那這個是一個指標就是說 像是這四個類別加起來就是佔了整個謠言裡面的68%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我們所使用的BERT的這個模型 那BERT這個模型其實還 上面這兩連結 一個是這個model的report 第二個是collab 然後BERT這個模型應該大家還滿 就是如果你知道有在做NLP的人應該都知道說 BERT這個模型其實非常泛用在NLP上面 然後功能也非常的強大 那剛好也非常適合我們在做這個文章的分類器 那但是 但是它的 對我們來說 它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說它的需要的運算資源比較龐大 那 我們使用的是這個NVIDIA的T4 然後 根據我之前的經驗應該是如果 開一整個月的話大概是2萬塊左右 那我們一開始在TRAINING的時候可能 那時候要重複是滿多次的 所以可能幾乎會開一整個月 那後來的時候我們就變成 只需要INFERENCE的時候再把它打開 那但是這樣子也算是還滿貴的啦 就是說INFERENCE 等一下稍後會講到做INFERENCE 我們是一個一個BATCH去做的 那一個BATCH去做 印象中也是需要花兩個小時左右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也是要 就是每天要 要繳一些錢給GCP這樣子 所以 這是我們覺得說在BERT裡面 這個對我們來說缺點比較大的 好那再來就是他目前的這個正確性 這個有點歪掉了 因為我在調那個解析度的時候沒有調好 不過沒關係 這邊我框出來的就是說 BERT這個MODEL在哪些類別裡面的 標記特別的特別準確 那就是醫療相關的 然後還有這個免費貼圖的 然後還有政治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只給一個URL 那只給一個URL可能比較沒有間別度 那其他三個類別都還算是滿有 滿有間別度的 那他的正確性大概都可以到七八成 現在應該更高了 因為這個是 這一個數據是比較早之前的GroundTools 然後現在應該有更好的GroundTools 所以正確性應該是有到八成以上這樣 另外一個呢我們是用這個磁帶模型來做 那磁帶模型就 他是一個滿久遠 或者是說滿傳統的一種 一種模式 那他的做法其實就是把整篇文章 然後去抓這個出現的字 然後做成向量這樣子 這樣子來做 那他的好處當然就是說 他跟BERT相比 當然沒有他那麼的準確 但是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只需要一台普普通通的CPU機器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他就是一個成本滿低的一個model這樣子 那他一樣呢也是在 一樣是這四個類別上有不錯的表現 就是醫療然後免費貼圖 詐騙然後只有URL跟正直 那他的正確度就相對來說 比較低了一點 就是六成五左右 那其實應該是七成啦 七成左右 那也是低於那個BERT的八成這樣子 那但是就是有一好有一壞這樣子 BERT就是比較貴 然後磁帶就是比較便宜這樣子 這可能就是 一分錢一分貨吧這樣子 好那那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我們在 在這個模型 我們做了一個機制是如何讓 大家來貢獻 貢獻他的模型到我們的平台上面 那這整個是Codefax的 的專案的一個架構 然後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其中一個架構 我們叫Codefax AI API 那AI API的這個角色就是他會 他是個Master 然後他會去控制這些model 然後來進行Inference 那目前這些model其實就是我們做出來的 那兩個model這樣子 好那那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 你要做 你要貢獻你的model的時候 你要做哪些事情呢 那就是你的 我們這設計可能不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會後有什麼建議可以跟我講 那我們這個設計就是說 你要把model做成一個大顆image 然後他是Stayless 然後他必須要獨立可以執行 然後他好像可以不用open source 就是說你做包成Dock的話 你也不一定要open source 然後你要實作我們給的兩個function 就是註冊跟啟動這樣的function 然後還有一些變數 就是我們會篩那個要Inference的文章給你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model做出來 應該說這個大開密集做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然後開起來就是可以來Inference 就是我們的這些轉傳訊息 那所以這上面商業角度就是model跟aiimaster 跟cofaxdb 那model就是 那model就是 應該就是你想 假設你現在是貢獻者 那這個model就是你要撰寫的 那這個aiimaster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跑在上面的 那cofaxdb就是我們的linebar 然後cofax網站所使用到的這個cofaxdb這樣子 好 然後 那這個Dock的話 其實我們在實作的時候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講到BERT 因為BERT他需要比較大的運算資源 所以他必須要開一個GPU的機器 那GPU機器沒有辦法這樣子的包進Dock裡面 他會 他會有各種問題啦 就是 一來是你的執行環境 就是你執行Dock的那個環境 可能沒有那個GPU 那二來就是你執行Dock的那個環境 即使有GPU 他那個Dock也沒有辦法去使用到外面的那個GPU 所以我們在BERT的那個模型 我們做的事情是呢 我們塞了一個那個GCP的Service Account 讓他去GCP開一台GPU來做Inference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Proxy的角色 他並不是說真的在自己這邊Inference 他是去GCP那邊開一個GPU 然後送過去Inference 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可能 可能還是可以有改進的一個地方 好 那再來就是講我們怎麼樣做 這個AI Master怎麼樣去排成我們的轉傳訊息 那我們轉傳訊息其實 因為我們轉傳訊息 他並不需要很即時的跟他講Inference的結果 就是他不用很即... 使用者不是說把轉傳訊息傳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即時的回饋給他說 說這個訊息是什麼樣的類別 其實我們沒有打算要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去排成就是每一天 或者是...應該是每... 我們試過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個禮拜 那目前應該是每一天的排成 那每一天會去排成說 今天所收到的這些轉傳訊息們 就是只有一堆 那有一堆轉傳訊息 然後一起做Inference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就是要省這個GPU的錢 因為我們... 因為開關都是需要有一些overhead 那所以我們如果先累積 假設今天的量 那累積完之後 我們要做Inference的時候 就是把GPU開起來 然後全部Inference完 然後再把GPU關掉 那這樣子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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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省蠻多的 所以我們這邊大致上的... 的機制就是...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AI Master 它就是會去...會去...會去控制說 什麼時候會要進行Inference 然後...就是...排成Inference 然後以及它會知道說 現在有哪些model註冊在這邊 就是所有的model都必須要實作 註冊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會先去跟AI Master註冊說 我這邊有一個model 所以...以這張圖來說的話 就是有model 1跟model 2 去跟這個AI Master來進行註冊 註冊完之後 它就知道有這兩個model可以... 有這兩個model可以使用 那它在進行排成的時候 就會...累積完... 當...當天要做的... 要Inference的這一些... 這一些轉傳訊息 然後呢就交給這個model 1、model 2 來...來...來...來進行 這樣子 那...那...對...那... 目前做Inference的時間 就大概是... 呃...一個... 呃...100... 100多篇的話要一個小時 對...那...那其實就是... 因為...這是卡在那個Bird那邊 那如果是... 時代的話就會比較快 那...反正大致上就是... 一個小時可以... 可以Inference 100多篇 好...那這... 大致上還算...還算夠用啦... 對... 就是如果不夠用 可能就是要花錢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好... 那下一個... 那...後面就是在講我們的... 這些有Open Source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 呃... 所有剛剛講到的 包含那個... 那個... 那一把網頁... model 那都是... 都是 Open Source的 那...我們也有整理... 這個... Open Data 那... 呃...我們所標... 標注出... 標記出來的那些資料也都放在... 這個 Open Data 上面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成為... 呃...model的貢獻者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來... 來... 來拿你要的... 你要的資料這樣子 然後... 好... 那... 那就...大概... 欸... 我實際上好像有點快 因為我是抓差不多五分鐘左右的... 的... 的...QA啦 然後...就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等一下喔 好...我先自己QA一題好了 就是... 就是其實蠻多人問我們說... 呃... 我們現在是做文章的分類嘛 那就會有人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不做文章的真假 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分類說... 這個文章是醫療的... 是政治的... 那...那為什麼你們就... 不直接做... 文章的真假就好了呢 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正確率有八九成... 的話那不是很好嗎 就是說... 這才是真正可以解決... 這個編輯時間的一個問題嘛 這樣子 所以就... 有些人就會問說... 呃...你們... 你們有沒有這個... 這個打算啦 就是說用... 用這個AI的方式去判斷一個文章... 是不是... 呃... 對的還是錯的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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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眾就希望說...可以... 增進大家這種... 呃... 面對轉...傳訊息的這種意識啦 就是說... 你...你可能自己去查資料 那... Codefax可能幫幫你查資料 或者是幫你的... 爸媽查資料這樣子 那你最終可能還是... 要看你... 所相信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用AI來判斷的話 那...那... 就有點像文字域一樣 對吧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就... 就...就判斷 那我們就判斷就變成說我們... 嘖... 好像就變成我們說... 我們就要負責還是怎麼樣 那...那... 這一個我覺得我們有點... 有點難去... 有點難去... 其實我們有點難去思考 做了之後他會長什麼樣子啊 我...我... 就可能是一個不好的... 結果這樣子 而即使他很準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 就也不幸福他 或者是... 如果他不準的時候 那個反彈傷害會比較大 那...那...那種之呢 我剛剛這個... 自己的QA就是說 我們目前沒有要做... 判斷... 文章真假的... 的... 這個... 這個...這個東西啊 但我覺得他可能...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準確率有用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要做 然後也沒有... 也不會提供這個功能這樣子 好... 可以回... 給大家QA時間 好 剛剛提到... 你說你用無貨很貴啊 對 那... 你們這個... 這個... 你們的過程是... 你們的這個後關是... 怎麼去弄你們的... 這個無貨的東西呢? 喔... 你們要... 你們這花多花錢去... 因為你們要... 背蓋你的GPU12 或是什麼樣子 你們是長期開著還是說... 呃... 這個AI Master是長期開著 那一個月... 呃... 應該是... 零...零總總可能是... 八千塊吧 這個... 你都自己去收了嗎? 我們之前有拿... 那個... GNB的獎助金啦... 然後... 有一些錢... 然後... 燒不下去燒得... 我們有收... 捐款啦... 有... 有興趣可以來捐款 對對對... 好... 那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之前... 我在國外交流... 我也是跟你一樣類似... 我他做的是那個... 好... 電視真假... 喔... 他拿推特的... 不是我們LINE... 推特的... 那他其實有考慮到... 這個發文的人... 或是這個訊息... 這個發文的人... 他的... 喔... 對...但... 他... 他... 不會是一個單一文章... 喔... 因為好像... 他們講單一文章... 判斷真假... 其實... 他... 其實... 他其實是考慮說... 他其實判斷說... 是不是一個... False Wisdom... 就是... 目擊者... 像之前發生過什麼... 喔...了解... 法國...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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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里克... 馬里克... 馬里克去... 恐攻事件... 他們找了一群記者... 真正的記者... 去... 跟據者... 去判斷說... 他... 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 然後... 他發文的用語... 什麼之類的... 去判斷說... 但... 我們拿到訊息的時候... 不知道... 發文的人是誰... 對... 對... 你要破發文... 對... 你要去做這個想法... 對... 因為... 轉傳進來的人... 應該不會是... 發文的那個... 那個人... 所以我們不知道... 發文的樣態... 少了這些... 少了這些資訊... 這樣子... 即使拿到了... 他也只是轉傳而已... 他跟那個訊息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可能是... 他在... 長輩群裡面... 收到的... 然後轉傳給我們... 對... 所以... 所以我還說... 他們國外做的時候... 他會... 考慮到... 發文這個... 哦... 是... 是... 哦... 對對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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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你好... 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 model包在DarkMg裡面... 會不會... 會... 噴什麼... 這... 我們幾接會的... 哦... 我們的BUT的model大概... 300多Mb... 是不會到很大啦... 但是因為... 我們的做法... 其實是用那個... DarkMg去... GCP那邊開一台GPU機器... 所以... 那一個機器其實是在... GCP... 得一台機器... 它並不是在... 直... 直行的那個... HOST上面... 是不是那個GPU的機器裡面會有那個音樂器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塞在GPU 我們其實做法是把它 把它就是 GPU的機器可以開然後暫停開然後暫停 就你不要砍掉它 這樣子開起來比較快 那你只需要付那個硬碟的錢而已 那這樣這樣子就還還可以 大部分東西都塞在那台GPU機器裡面 那你說那個價格上面的這個 我其實也不確定啦 因為我只是覺得有點怪啦 因為說我這樣感覺是我 我為什麼不在AMS直接 直接在遠端開那個GCP的機器就好 還要開各個大顆大顆再去開那個機器 覺得有點多多多此一句 我想問一下目前的那個文章 如果說它只有很小一樣的不同 例如說少一個逗號多一個句號 這樣你們會視為它是兩個獨立的文章嗎 不會 我們文章的整體就是 使用者從外轉傳過來 然後他轉傳過來的那個文章 如果有幾個換行有幾段有幾個逗號 我們都不管 我們就把它轉傳過來的那一包 視為一則文章這樣子 如果說我今天表演A 那它多了一個辯題 就是它可能少了一個句號 那這兩個會被視為真的嗎 如果它只少一個句 我們其實那個搜尋 它其實就是會做模糊搜尋 所以如果你少幾句話什麼的 它還是會找到 有個相似的東西在那邊 它不會把它視為不一樣 所以就是你們的模型 一開始在跑的時候 它會應付進來 然後先去跟你資料部體 沒有 我們的模型專注在於 把這個文章分類 分說它是醫療相關 或是政治相關的 不是把它 不是拿來做搜尋引擎這樣子 那是所有今天轉傳給你們的文章 通通都會進這個模型嗎 對 所以它不會去做一些搜尋引擎 哦 還是會做背後的 哦 因為那個時間 好好好 有問題歡迎到前 呃 前面或是旁邊找講者 如果討論不然可以到 5樓我們的Hacking Room一起去討論 好 謝謝大家參與 那就謝謝我們講者GGM 謝謝大家 好吃廣告 要用 呵呵 如果是用Bullbase 它的Bullbase 它的Pullbase 它的Pullbase 就會把你剛剛講的 那些豆子去點擊掉 對 你知道哪個的東西嗎 等我一下喔 我先把我移 我先把我移除 你剛剛說一個 做一個豆領物 這個領物會不會影響 一張相識 但其實在Bullbase Pullbase 它是會直接去 有一種做豆子 會直接把它給去 欸 這邊比較後期的是 為什麼 會有 他等於是在做某些 選擇 選擇 選擇嗎 對 因為其實 雲平台有很多AWS GC 沒有欸 我就是選擇 GC 對對對 應該要買 GC 或是AWS 對 我還是可以選擇 對 我還是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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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過 他聽過 嗯 我覺得很貴是 基於我們是 一個很免費 免費 然後 自由貢獻的一個角度來 我們會覺得他很貴 這樣 那如果是就公司的角度 你覺得應該 能夠到嗎 因為 可能是自由貢獻者 然後每個月 負個這種80%就好 對 但是我看到想說 看到一次解釋 喔喔喔喔 沒有啦 不是 不同 所以是額外製作 是Cycle 就是GEP的這種 貢獻 其實是 貢獻 使用者的體驗上面 這件事情 會去打 所以這樣你就覺得很會 但是也 也 也 還可以 但是 跟你那種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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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其實還好 所以如果我們應該是升那個第二級 升級的等級之類的 就存個部位 有時候也來講 要有差幾個 大家可能會有幾幾個之類 然後我們存 然後我們存個 因為大家都超過九處 不是要付給你們用比來聽聲 OK 因為我們要做 我們長長一 你要嗎 他會比較好 應該說他會是 進展 可是很多是 如果他強調 起一個 應該是 對 對 起 但他即將 就有兩三種 到 沒有 他有多幫助 好 謝謝 他買本 對 好 很好笑 因為如果他跟他以前 他可以集中的話 他會有做 然後還有繼續練習 不是啊 Credit的就要我們成本的 只要上秘密 因為他的秘密 那時候要問 他的秘密 就沒有秘密 他就跟他的秘密 跟秘密 跟秘密 前陣有寫的 我們去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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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的決錄 所以你就是 也是有即時 反正他做的 可能有點像是 他會把秘密結構 可能會用他自己的方法 沒有 對 沒有 沒有大家回憶 你還是可以說到他 下次陳時中拆 時間到後去 還可以 對 他沒有 下次 反過來 整個就是 你根本 沒有一個麥克風 我等一下可以時間點 就是時間到後去 可是總之 他現在是在 然後這個當年 我常常會來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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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確認一下 然後你要問 對 我這張 就是前一個 對啊 上次還在那邊 我想說 因為我覺得 然後是 City S OK 好 我常常會來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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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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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